各位呢,如果你剛剛的已經做完了 我們現在就來把它專案先儲存一下 你可以從左上角這邊 這裡有個磁碟片 按一下,或者從上面這裡都可以 好,我們就來儲存 那它會有它自己的專案名稱 那你要放在哪邊都沒有關係 如果你喜歡放在桌面,我們就把它放在桌面上 好,點進去 儲存起來 那存好之後呢,我們看上面這邊 你會發現上面有一個功能叫做導出 有沒有看到,這裡 導出 那這裡面呢,各位 我們可以用的 完全免費的功能是左邊這兩個 右手邊的一樣可以用,但是是屬於付費功能 就會有所謂的浮水印 但是沒有時間限制 沒有時間限制,也沒有功能說哪一個不能用 就是會增加浮水印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我現在要建立成所謂的視訊按一下 它預設的 影片格式,有沒有就MP4了 然後呢 它會放在你剛剛的資料夾裡面,所以如果你不要放那麼深,因為它會比較深一點 所以你可以 再確認一下,我要放的位置 按下確定 它就照剛剛我們這個順序 把影片播放出來 這樣了解了 OK 那麼我們剛剛有補充一下就是說 其實這個裡面 它也跟PowerPoint一樣 應該跟Office都一樣,有塗層的概念 所以今天如果您剛剛在這裡 你看我剛剛不是有下載講台 還有一些額外的對不對 你如果是有 這個 也沒有發現,一樣是去背的 它一樣可以進來 一樣可以進來 所以 你要哪一層在上,哪一層在下 都OK 這樣子的話呢,你要安排你的場景會比較簡單的 就跟PowerPoint一樣 跟PowerPoint 都可以使用 所以 PNG這個格式很重要 因為在以後各位的使用的 這個美工裡面 PNG是現在 共通格式,而且因為它可以帶 我們剛剛講的透明度 它不是只有 透明跟不透明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半透明 所以它有256種透明的程度 因此呢,你的陰影那些都可以進來 都可以進來 所以這個是稍微再補充一下